所以這三條水鎮的隧道都是在中間最細的地方 那這三條水鎮在開做也很有趣 就是當時的人在這邊開墾 那他們有地但是水不夠 那是不是只能夠種一些漢座 就沒辦法種水稻了 水稻的收入一定是最好的 沒辦法種水稻 他還種什麼種種相思樹啊 然後可能早期可能還種一些張樹 就是收入不是那麼高的座物 那有那麼大的地可是收入不高 就是缺水嘛 所以當時開墾的時候呢 都是從外面找那個有技術的人 來當他們叫做墾主 然後那些人來找一批工人來 然後那些人是來幫他們開水墾的人 他會帶工人來 他也會負責所有工程的費用 全部都要出貨 但是挖了水墾之後 這邊灌溉了田地 水墾灌溉田地一半要分給他 等於說付租金 對對對 沒有沒有之後沒有付租金 就是我開水墾就不用錢 等於是用收成的那個 那水墾會經過的地 可能是經過我 我會幫你提供那個土地 但是呢 你就是要有那個 負責幫我找工人 然後你要 因為他要穿隧道 你要挖隧道的技術 然後 但是條件就是挖好之後 我的土地你可以分一半 那我會覺得分一半 一半就是他的 我不是說這一半你可以使用 那一半就分給那些 幫他開水墾的人 我會覺得好像很吃虧 但是問題是 他有水之後 他就可以開始種一些 比較有經濟價值的作物 他的收入也提高 所以這三條水墾都是 舊墊跟新墊都是用這種方式去開的 那登峰墊就不一樣 你會發現舊墊新墊 唯一登峰墊好像有人的名字在裡面 對不對 因為登峰墊是一個叫做無登峰的人 他出錢開的 所以就取他的名字 那舊墊最短 舊墊大概三公里長 那新墊大概四公里 登峰墊七公里那麼長 然後隧道也是 因為山不是這樣漸漸的嗎 所以越上面是不是越短 所以第一條水墊會選最高的地方 那我要挖的山中墊墊最短 所以那個舊墊的隧道大概是60公尺而已 那中間